陰陽五行開始 那在這個開始之前 我先讓各位有一點基礎的陰陽五行的知識 那一開始呢 我先讓各位知道一下八字是什麼 八字喔 就是由出生的年、月、日跟時間所構成 所以說像今年我們知道叫做陽年對不對 陽年以未年 那今年出生的人年住就是以未 然後是說在哪個月呢 譬如說這個月是深月 然後這個月叫假深月 所以出生在今年這個月的 你出生的年住就是以未 月住就是假深 日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是什麼日子 然後時辰 各位都知道一天有十二個時辰對不對 好就是你出生的時辰 所以年月日時共各兩個字 加起來總共八個字 有這八個字就可以決定你的一生命運 所以其實喔 話說回來 你們可以想像喔 八個字可以決定你的一生命運對不對 其實八字它代表的是你的性格 代表的是你的為人做事方法 因為你的做事方法不同 你的性格不同 所以會造成你的命運不同 性格決定行為 行為決定習慣 習慣決定命運 所以有些人說婚姻不好 為什麼不好 一定是你自己造成的 相不相信 待會我就讓你們知道為什麼 好有人說我工作老是不順利 老是犯小人 為什麼 我告訴你們 一定是你自己造成的 其實算命很簡單 命運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待會讓你們知道 為什麼這陰陽五情 可以決定你的命運 好 然後再來 由這個觀念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 就會得到一個結論 一個人性格 是不是從出生就注定 大家同不同意這句話 然後後天的努力會不會有所改變 會 都覺得會 對 所以 要怎麼改運 其實 改運的方法 不是靠著 不是靠著去買一些水晶啊 買一些吊飾啊 來改運 其實靠著是改變你的性格 好 那所以我現在來跟各位講一下 先從陰陽五情講起 十個天竿 加一筆 令五情更新的鬼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好 甲乙是木 好 秉丁是火 物己是土 好 更新是金 人葵是水 好 這個各位知道吧 不知道沒關係 你們大概 像看到了 知道這個概念就好 好 然後再來 這五行呢 你就看你的命 好 命中是金末水和土那一個多 他就會決定你的性格是偏向哪一方面 譬如說 你們看到一些人 非常圓滑 然後什麼事情都常在心裡不說出來 表面上跟每個人都說好好好 對不對 然後但心裡有什麼想法 你打死他都不能說出來 那種人就是八字中水比較旺的人 水旺的人 身體都比較圓 所以呢 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八字水旺 我們都不用看到本人 我們就知道他一定長得圓圓的 就像那個哆啦A夢有沒有 那個肚子一樣 然後呢 那個拍一拍一定會很有肉這樣子 看到八字中水旺的人 我們通常如果是女生 我們都會講說 你一定是個美女 只是肉多了一點而已 為什麼 因為人的身體80%是水分 對不對 70%還80% 70% 所以水分多的人他不用保濕 不用貼面膜 他的臉就會很漂亮很水潤 好 那八字中 有時候你們會看到有些人 那個講話非常非常的急 那個頭腦 話還沒經過頭腦就已經講出來了 就好像沒想清楚 就已經話一直講一直講講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種人 這種人就是八字中火比較旺的人 火旺的人主理 所以火旺的人他很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 所以他會很努力的去對別人好 只是說有的人屬於外熱型 就是他一看到你就嘩啦嘩啦嘩講不停 有的人是屬於內熱型 或是慢熱型對不對 那我就是火有分陰火跟陽火的差別 那有的人呢個性非常剛硬 他覺得我對的事情就一定是對 你不要來跟我爭 你跟我爭一定是你輸 有看到這種人吧 當然我一定有這種人對不對 嗯 好 這種人就是屬於金旺的人 金旺的人你注意看他的臉型 一定長得有靈有角 方方正正 有些人可能變形了 因為他股市太多 你把他的手拿出來看 他的手長一定是有靈有角 那同樣的火型的人照理說 應該是屬於尖的 但是因為現在營養好 因為火生土啦火會生土 大家知道火會生土有知道吧 土代表肌肉 所以八字中土旺的人 是屬於肌肉結實那一型 所以這種人怎麼減肥都減不掉 那八字中水旺的人呢 就是屬於水腫型的 就是屬於那種水 那這種人胖不一樣 你知道吧 好 所以說有些人 雖然說他火旺 火旺的話 通常肌肉有瘦會很多 因為他火會生土 對不對 但是這種人 你去看他手指拿出來 雖然身體胖胖的喔 手指拿出來都是尖的 這種人通常配合他的性格看 他的性格一定是屬於比較急躁 然後話呢 沒經過思考就講出來 然後有些人屬於目望 目望的人最標準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志玲 林志玲你們知道吧 林志玲啊那個模特兒 手長腳長對不對 通常目望的人很執著 他性格也不會硬 也不會跟你急 也不會急 但是呢 很執著 我覺得對的事情就是對 但是你還是跟我吵 我也不會被你爭 但是我就是堅持我的想法 有這種人吧 有 然後呢 還有一種就是土旺 土旺喔 土旺的人長的什麼樣子呢 你們去看姚明 那種樣子就是 雞肉發達熊腰虎 這種就是 這種人就是主性 性用的性 這種人他做事裡面講性用 但是最大的缺點就是怎麼樣 不會變透 所以其實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講婚配的時候 我跟你們講 我看過太多這種例子 八字中 金旺跟火旺的人 你碰在一起 會密一定破 為什麼 因為其中一個 性格非常非常急 另外一個非常非常尖銳 兩個人碰在一起會怎麼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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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就說 你為什麼對我講話要這麼尖銳 為什麼要這麼硬 另外一個人就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急 兩個人叫 這個絕對相扣 絕對也是碰撞 公司裡面也是很怕這種人 這兩種人碰在一起 那 反過來說 那你說火很旺的人 最好碰到怎麼樣的人 碰到水旺的人可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對 自己這個都是自然現象的一種 就是你從性德出發 去理解兩個人 為什麼不能碰在一起的原因 好 然後 有了這個五行概念之後 我們接下去 來看地支也有五行 我們手掌拿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十二個地支放進去 拿出左手的手掌 然後呢 把這個 從紫、醜、銀 從這個地方開始擺 紫、醜、銀、銀、錘、成、四、五、貴 身有、虛、害 會不會背 嗯 然後 這兩個 派紫、是水 銀、銀、錘、錘、錘、成、四、五、貴、身有、虛、焊 會不會背 好 所以你們經常會在電視上 看到人家掐指一算 有沒有 到底在掐什麼 其實就在掐這個而已 很簡單啊 今年是以未年對不對 今年是未年對不對 好 我一算 哎呀 你在虛年會發大財 今年是未年是15年對不對 15 16 17 18 所以我這樣算嘛 15 16 17 18 喔 你18你會發大財 其實掐指一算就在算這個東西而已啊 所以各位 知道這個手掌決之後 你們就不要被人家掐指一算手片了 那個 其實掐指一算 就是小學生在算一二三四而已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手指數學而已 好 這一段呢 主要是讓你們認識五行 好 認識完五行之後 五行會有生課 對不對 好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好 背負起來也沒關係 反正後面我會慢慢跟你們講 然後呢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這五行的生課 這些東西如果你們想要更清楚知道原理的話 我們在八字的系統班會詳細的講解 好 那這邊先不用講那麼多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今天的主題呢 我就要跟各位開始從故事開始講 各位都聽說過白雪公主的故事吧 白雪公主跟七個小矮人住在森林裡面 非常地快樂 跟一些小動物生活在一起非常地快樂 有一天呢 有一個邪惡的巫婆 就拿了一顆蘋果給白雪公主吃 對不對 白雪公主出了之後就怎麼樣 就昏了對不對 昏了之後呢 就出現一個白馬王子 把他親了一下 然後白雪公主就醒過來了 然後從此之後怎麼樣 白雪公主跟白馬王子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事實上真的會這樣嗎 我們每一個未婚的人都會期待 有一個白馬王子或是白雪公主 在地球的某個角落等著我 然後有一天他就親了我 然後我就會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好 那接下去我就跟各位說 其實在我後面的案例 都是我親自接觸過我的客戶的案例 那各位看了就知道說 其實真正的婚姻生活是怎麼樣 好 首先婚姻生活的第一課 就是婆媳問題 各位都聽過婆媳問題吧 有沒有人已經遭遇婆媳問題的 有齁 有人點頭 好 所以在講案例之前 我先讓各位思考一下 怎樣的人容易遇到婆媳問題 怎樣的老婆容易引起婆媳問題 怎樣的老公容易會處理不好婆媳問題 來 我想這邊先聽各位發表一下你們的意見 來 你先來好了 你先來好了 就是那個自我意識太強的人吧 的老婆還是老公 等人 等人 老婆老公都一樣 好 很好 答案就是今天的case 好 還有沒有 來 看剛剛點頭點得很厲害的這位 我看會變通的人 誒 說得好 你的答案也剛好就是今天的例子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答案 來 後面這位上紅色衣服的美女 性格太急躁了 哎呀 你說的又剛好是今天的例子 真的沒騙你 性格太急躁了 還有呢 來 你有沒有答案 兩樣的八字相衝 八字相衝 好 說得好 好 我們就先來看看今天的例子 其實在去年同一個時候開的這個班裡面 還有人說出一個答案更好笑 婆婆太難搞的人 有沒有這種情況 有 真的有 很多婆婆的八字真的一看就知道很難搞 所以各位 結婚前 不急著和夫妻的八字 先把你婆婆的八字要來 先看看婆婆好不好搞 我跟你說這是真的 婚姻要破裂 除了夫妻兩個的問題之外 婆婆或是老婆的媽媽那一邊 就是雙方的家庭 會造成婚姻破裂的因素 我告訴各位 在我實際諮詢的個案中 佔的百分之五十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不是因為夫妻的問題而造成婚姻破裂 尤其是 如果是又有小三的狀況之下 是三方家庭的問題 這真的很重要 所以不要以為 白雪公主或白馬王子出現了 你就會幸福快樂 因為白雪公主的媽媽長什麼樣子 你不知道 白馬王子的爸爸長什麼樣子 你也不知道 好來 接下來 這個八字就是那位老公的八字 好這個八字你拿出來 你們一看都是什麼顏色 綠色對不對 綠色代表的是木 剛剛我們跟各位講過 甲椅是木 椅某是木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看到 哇 全都是綠色都是木 代表什麼意思呢 來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木 就好像一棵大樹一樣 各位知道大樹會怎麼樣嗎 大樹就只支持著長對不對 大樹會不會轉彎 會 非常困難啦 如果有一個 如果有一個屋頂在那邊 大樹遇到屋頂會怎麼樣 穿過去 穿過去 對不對 好 大樹他就是一個很直 不太會轉彎的人 所以他的八字中板局都是木 非常非常旺的木 所以他這個代表就是執著 很頑固 我們遇到這種人 我們就講話叫 折善不直 但是什麼叫善 他心裡認為善的就是善啦 所以這種其實 講真的好 講好聽的叫折善不直 講難聽的這種叫頑固 不知變通 但是這種人的好處 很有毅力 很有向上心 而且很有責任感 所以 作為一個好老公 向上有毅力 有責任感 是不是做好老公的條件 絕對是嘛 固執不懂變通有沒有關係 好像也沒那麼大的關係對不對 好 再來 回到剛剛這一頁 這個八字的日主是土 相對於土來講 木就是叫做正觀或七煞 這個觀念 你們可能在座 大家還不是很懂為什麼 這個沒關係 你們先記起來就是這樣子 至於為什麼 在八字系統般會比較詳細去講解 好 那我們只要先記得 這個木 在這個局裡面叫做正觀或七煞 正觀代表什麼 正觀就是代表一個管理跟約束的能力 約束力 就是自我管理自己的能力 所以一個八字正觀旺的人會怎麼樣 八字正觀旺的人會對自我約束很強 不敢隨意亂來 所以如果你生了一個孩子 他八字是正觀旺的 哇這孩子非常好帶 從小你說什麼他都聽你的 長大之後到公司 領導說什麼他就聽領導的 公司規定一個規定 他絕對從頭到尾完全Follow 絕對不會去給你轉彎 所以這個老公的八字你看 又是木又是正觀 都是屬於那種很怎麼樣 好好先生 對不對 乖乖台 在公司也絕對是循規道具的 好 其實這位先生他是一個工程師 所以更加的循規道具 因為這環境有關係嘛 各位知道工程師技術人員 他們的環境都怎麼樣 很安定嘛對不對 大家不會不需要拖心鬥腳 工程師的環境就是大家就是技術 做好就好 所以這個老公他就是屬於一種正職負責 握守成規的 所以相對來講他以後當老公之後 每天幾點下班 他絕對乖乖下班 幾點上班他絕對乖乖上班 回家鞋子絕對擺好 然後床也絕對哭好 家裡絕對管得好好的 包括老婆也把他管得好好的 自己鞋子擺好之外 老婆的鞋子也一定要擺好 我還見過更極端的例子 這種正觀格的人 不管是老公或老婆 連鞋帶的綁法都有要求 所有的鞋子鞋帶一定要外面壓裡面 然後鞋子擺的方向一定要下著床頭 不能背著床頭 不是擺整齊就好喔 這碗老公好不好 剛剛那個說婆媳問題的這一問 你覺得好不好 還行吧 還行齁 有沒有人覺得不好的 有沒有人覺得不喜歡這種老公呢 有沒有 大家都很喜歡齁 我跟你講遇到這種老公 她也會把你管得死死的 她自己幾點下班回家 她同時你幾點下班 你也必須回家 你不要想去玩 好 來看一下這位老婆 這位老婆齁 她八字 日主是火 好 剛剛那個是木對不對 這是火 看起來兩個人不是太大的充客 反正火的人比較熱情如火嘛 對不對 加上這個八字 她的這個是木 這個去引武 跟這個會化合成火 這個是屬於八字的內容啦 這只是一個口訣而已 這個化合成火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老婆她的自我意識 因為這些都是火 化合成火 表示她八字中火很強 這火代表她自己 所以你剛剛誰說自我意識很強的 就是你嘛 對 她自我意識一定很強 第二個剛剛 你說性極嘛 對不對 火很旺 性子確實很極 而且 火旺的人剛剛說性極之外 還有說到一點 很熱情 當一個很守規矩的老公 遇到一個很熱情的老婆會怎麼樣 當然兩個人會 乾柴烈火一急觸急發 但是這個老婆同時 對於別人也都很熱情 所以這個老公 這老婆就來跟我投訴 你知道嗎 我說我這個老公很討厭 那個我上班喔 穿個迷你裙也不行 那老公又說 那個你上班 你就乖乖上班 你又不是做公關的 也是 她老婆也是做技術的 然後你做個技術 看法穿迷你裙去上班呢 她老婆就說 因為我熱啊 她老公就說 別人不穿迷你裙也不熱 為什麼只有你熱 好 然後呢 這個老婆其實也不錯 說實話 她對小孩子 我照顧也都不錯 但是她 除了上班喜歡穿迷你裙之外 她出去了就好像消失了一樣 她老公說 我去上班 我去出差 我到任何一個地方 我一到辦公室 一落地 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告訴你 我現在在哪邊 那你呢 你有沒有打電話給我過 她老婆說 我幹嘛打給你呀 我 反正你也知道我很平安就好啊 你說誰錯 沒有人錯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兩個不同性格的人 一個是屬於內斂的 一個屬於外放的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火 所以剛剛這個火還沒 火的意思就像太陽一樣 很奔發很熱情 最重要的問題是婆媳問題 因為她老公八字全都是官 全都是木 所以會怎麼樣 很守規矩的聽著父母親的話 所以這種老公 她就是一個非常不敢去突破她的 父母親的約束的一個老公 那這老婆呢 偏偏就是一個火很旺 又很自我忠心的人 她怎麼可能容忍她的婆婆這樣子對她呢 對不對 所以兩個人就一直為了婆媳問題 一直吵一直吵 好 所以 我這裡就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剛剛在看八字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說除了八個字之外 還有所謂的大運 一個大運管十年 這十年的大體上運 就會在這個運裡面 好比說像這個老婆的八字 她在29歲 2011年到2020年這十年 就在這個叫己害大運裡面 所以這個己害就會影響著她的整個命局 好 所以你在看這十年會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己害大運 放到這八個字裡面 一起去看 好 接下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她的 她的婚姻 在這個流年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第一個 等一下 然後 這個是 剛剛老婆的盤 好 老婆的盤呢 她在這個大運裡面 這個 在她的盤裡面這個藍色的字 這藍色的字代表她的老公 所以這個老婆的盤裡面本身就是火很旺 火很旺的情況之下 她代表她老公的這個水 是不是被蒸發的很弱 所以代表什麼 她在這個老公她的整個盤是自我中心 自我的火很旺 但是然後呢 對於老公呢 她是比較沒有那麼看在眼裡的 所以她 相對來講 她 就是比較希望老公來配合我 而不是我去配合老公 尤其是在這個擠的大運裡面 她的土旺 她又會去客水 所以又去 又去消滅她老公的力量 所以這點是 比較不好的一個點 所以說 然後接下去到2014年這一年 這一年她來求助的 2014年這一年 甲是木 五是火 木來生火 對不對 這個火更旺了 火更旺 火代表什麼 代表老婆她的自我 對不對 因為這個老婆本身是屬於火 是屬於火為主的八字啊 本身八字的火就旺了啊 加上牛年甲五年是屬於火旺的年 是屬於火很旺 會去對抗這個 對抗這個 她的老公 所以她的老公 就 她就等於是說 我就是不想聽你的話 好 你叫我怎麼樣 我就不想聽你的話 那 換個角度來看她老公的牌 她老公的牌全都是綠色的 都是木 都是官 對不對 好 走到這個吉毛年 這個吉毛年 又出現一個木 所以 她的 官的意思就更強 好 官的意思更強 代表就是說 我被約束的更厲害 我就越不敢去散抗 我所受到的束縮 其實這老公我覺得她也算可憐啦 她作為一個夾心餅乾 她就被夾在中間 她 就是 上面她老 她的父母親壓著她 她老婆又不想聽她的話 她自己也不知所措 其實這種人也蠻可憐的啦 她從小是個壞寶寶 但是她從來不知道說 她需要怎麼樣去取得跟老婆之間的平衡 好 接下來是你看她的孕裡面 是走到火的孕 加五年 加五年是木生活 所以這年火很旺 在她的老公的局裡面 這個藍色的亥是她的老婆 為什麼她老婆在系統般 會詳細告訴各位 好 因為這是她的財心 好 這個是在代華老婆 這一點點水 你看這一點點水 遇到這麼多的木 一點點水遇到很多的樹木 所以一下子就把水吸光了 所以其實在她老公的心裡面 也是這種對她的壓力 她父母親給她的壓力 她的責任感 比老婆還要重要 再加上走到火的年 就根本就是跟這個水對抗 所以在這一個流年裡面 你就看得出 誰都不會想聽誰的話 那怎麼辦 結果之後吵架離婚啊 好 接下來 到一五年就是今年 所以去年的時候 我就去年的時候 我就去年的時候 我是勸她啦 因為 去年的時候 其實我看她是 其實狀況真的很不好 那時候我是勸她的 還是盡可能能維持就維持啦 最好還是能留下來 但是其實 我也知道未來的發展一定不好 好 接下來我就看2015年 就是今年狀況 今年狀況果然不出我所料 非常糟糕 你看今年狀況發生什麼狀況 今年喔 老婆的盤 你看這個水還是代表她老公喔 好 今年以為也是目望 目望會生火對不對 目去生火是不是就是 又去跟這個水對抗 所以她絕對不可能跟她老公和好的啦 然後加上這個大運裡面的 亥跟胃兩個會 也會去生出木出來 這個都屬於那個巴子裡面的常識 這個你們現在聽不懂 就先假裝聽得懂齁 就先大概先聽一下 那這個木很旺好去生火 會使這個火很旺 去讓這個水更無法生存下去 所以在今年的運裡面 她跟她老公還是沒戲場 好 在她老公的盤裡面呢 你們看下我現在 紅框框起來的駭毛衛這三個 會合成木 這個木就是她的 原局裡面的關根煞 所以她的約束力更強 她就更不敢突破 所以說在這個整個盤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 在這一年之中 她老公更是不知所措 更是只聽她媽媽的話 所以今年的狀況是怎麼樣 今年的狀況 她跟她老公已經分居了 然後小孩呢 跟她的老公的爸爸媽媽 就是跟她的公公婆婆一起住 然後他們現在正在準備要打官司 爭取小孩子的撫養權 好 然後 到底小孩子會歸誰 好 這就是一個問題 她就來問小孩子會歸誰 但是很不幸的 看出來結果 小孩子還是會歸她老公 其實這問題到底有沒有辦法解 接下去我就要問你們 你們覺得這問題能不能解 其實要解也很容易啊 老婆讓一步就可以了 其實她老公就是這種個性 真的沒她辦法 因為她不是壞人 那婆媳問題 婆媳問題一直都存在 婆婆很難搞 那是因為結婚之前 沒有來找我看你的婆婆的八字 那你現在遇到了 你稍微忍耐一下 其實這個女生也是一樣 也是個性太婆婆爆 好 所以接下去 就是說從這兩個牌裡面 可以看出哪些因素引起婆媳的問題 其實主要的問題 除了老公太聽婆婆的話之外 自己的個性也是很重要 好 再來 如果你是老婆 你應該怎麼處理 其實答案很清楚 對不對 你們作為老婆的 能不能讓一步呢 覺得你們自己可以讓一步的舉手一下 還蠻多的齁 兩位 三位 其他人都覺得不能讓一步 對不對 老公這麼聽婆婆的 我還是得要堅持我的原則 好 如果你是老公 你要怎麼處理 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他老公真的就是那種從小被 因為你看他八字 整個八字全部被關給包圍 所以他那種從小被 你們有聽過牛的故事 為什麼一隻那麼壯的牛 可以被一條繩子牽著走 有聽過嗎 因為當他是小牛 對 因為小時候 當他是小牛的時候 就被那隻 那個環牽著走 所以他就一直以為 當他 當他長大 還是會被那個環牽著走 所以 其實他老公的那種問題 都可以看得出 從小就是一個乖乖牌 真的是沒有辦法 如果你是老公 你要怎麼處理 很難處理啦 因為遇到這麼難搞的老婆 再加上這麼難搞的父母妻 這老公真的很難處理 好 如果你是算命師 你該怎麼處理 這問題是最直接的問題 各位 如果你是算命師 你該怎麼處理 讓老婆柔一點 還有呢 讓老婆柔一點 還有什麼答案 來 那個 這一位 用水去嗑她婆啊 怎麼用水去嗑她婆啊 怎麼用水去嗑她婆 每天幫她洗澡 每天幫她洗澡 還有呢 來 你說一下好了 你有沒有答案 可能是從她婆婆那邊入手 好 我先問你們一下 這個人來問你 我到底該不該離婚 你們怎麼說 不離啊 贊成不離的舉手一下 欸剩下的呢 贊成該離的舉手一下 欸好 那個該離的贏了齁 欸這個事情真的很難 兩三年 事情就會過去了 或是一兩年就會過去了 那就應該讓他們 繼續維持下去 或許暫時分居 但是先不要離婚 對不對 那如果 你看她未來 越來越慘 那還是 趕快了解比較好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這是2016平生年 你看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說 她的老婆的八字 屬於火旺嗎 對不對 敏虛銀 這三個就是 拱出火來了 加上這兩個虛 又是火庫 她本身火很旺啊 對不對 明年頂生年 你看到什麼東西出來了 看到生 生是金 金會生水 所以代表什麼 她在她的心目中 老公更重要了一點 所以 她會更想要去配合 配合她老公一點 心裡啊 會稍微想要多去配合老公一點 那接下去 你就要看老公 會不會稍微 不那麼的被約束 不那麼的被關給壓制 你看一下 明年頂生年 這個原本大運的 大運換到更成大運 大運走 然後流年走到頂生 更更生都是金 金出現會怎麼樣 會剋木 所以這個木就是她老公婚姻中的大忌 因為婆媳問題就是由這個木胎旺造成的 到了明年金會很旺去剋木 火又出現火會去讓木燒掉 所以明年她老公也會稍微退讓 所以明年是不是有戲 會其實明年夫妻關係一定會緩和 後年兵永年也是一樣 所以至少連續兩年 夫妻關係會有所改善 所以這時候該怎麼辦 你們就應該勸她什麼 再忍一下吧 分居暫時不要離婚吧 以後或許走到這一年的時候 其實我跟你們說啦 金不至於旺報可以把全部的木刻掉 所以婆媳問題一定還存在 這個火這個金生水這個水力量 也不足以去把火滅掉 所以這個老婆性格還是堅持 只是稍微退讓一點 也就是說兩個人本來是距離100米 到了明年老婆退20米 老公退20米 兩個人中間還有多少米的距離 還有60米的距離 有沒有辦法復合 沒有 這60米靠自己了啦 但是我們只能告訴他有機會 但是沒把握 那這60米的距離 如果你是一個算命師 你能夠幫助他們兩個 把這60米拉近 拉到剩20米 那你是功德一見了啦 很重要 就是當你看到他們有距離的時候 你應該設法去把他們拉近 你可以明白告訴他確實存在問題 所以你要努力 而不是告訴他 因為存在問題 所以你要放棄 這兩個人說法是差很多的喔 可是會有問題啊 那如果你看到有問題的話 你提前通知他說 比如說正對夫妻 你說肯定未來不可能 那提前通知他 他們兩個都重新開始 不就重新 就更早的走好運嗎 是 這有時候 所以我剛剛就第一 我一開始就問你們一個問題 性格可不可以改變 可以啊 對啊 既然性格可以改變 命運就可以改變 因為你的命運是用你的性格的決定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通常我們就告訴他 喔 我現在看到你的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後面還有一個例子 更明確的跟他指出你婚姻的問題在哪幾個點 然後如果他們能夠盡量去避免的話 其實婚姻的問題就可以排除掉 不能說完全排除看你的行動力有多強 如果下定決心你一定要做好的話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好 再來 拜拜 拜拜 拜拜